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有时候就是负能量爆棚 人生日子就是不好过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宾们的快乐时刻 给自己一点正能量吧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想的第二来宾 是我们的人气网红 阿松学长 欢迎 玉琪姐好 大家好 我们的德国行男少侠欢迎 大家好 郑妹剪接师 这个名字很熟悉跟我一样 戴希欢迎 玉琪姐好 大家好 是不是叫戴希都是郑妹 真的 律师 我们的宋律师 嘉宏哥 欢迎 欣怡好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 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你觉得生活中的快乐 越来越多的 你帮我取绿牌 你说没有 烦恼是音越来越多 实在快乐不起来 举红牌 请 举牌 你看看是不是 今天都正能量来着的 每个人都觉得还满快乐的 好 赶快来散播我们的正能量 新闻阿松学长 你在创业的时候 就跟心目中的偶像一起工作 真的 而且是我疫情年创业 然后那个时候公司才不到两个月 就有机会接到我心目中的巨星光良 他的MV的这个任务 然后当时当然是很错 因为本集团只有三个人 我影像制作跟我的企划助理 那因为MV教育中的赞美师是光良挂导演 我们是执行团队 就是想说有怎么可能 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在马来西亚发的时候 我是中学生 然后买了他的那个掌心 我没想到二十几年以后 你可以做他的MV 对 我可以指挥他说 来光良 来这边 然后其实就是 当时我们三十几个人的团队 就因为我们有灯光组 摄影组 制片组的 然后我们就拉大队都到花莲 然后一个秘境的海滩 我开工不到两个小时 因为我们摸黑去 前一天晚上到 然后摸着黑道海滩去搭棚什么 后来拍不到两个小时 下雨了 无处可逃 连雨棚的水都渗进来了 可是那首歌不叫做什么 《雨中的赞美诗》 是不是嘟嘟啊 我说光良 歌名要慎选 对 那个时候因为我的摄影师已经来 我耳边跟我说 有机器坏掉了 湿了 对 你要赶快做决定 然后三十几个人全部眼神都射向我 后来真的破语无奈 就跟他说没办法 不好意思 因为整个状况变化很大 然后他们很客气 就说没关系 那就看班 大家安全 要紧 然后他们就走了 我就一直站在那里 因为我二十几万 三十万就喷掉了 就烧掉了 我什么都还没有拍 然后就烧掉了 我痛病思痛回来台北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神明说 我吃素一个月 拜托让我把这支MV完成顺利的 对 然后我们去交片 带着所有的东西过去电脑 然后因为他要盯检 后来看完 他经纪人 然后光良也没说什么 他就开始跟我的剪辑师 在那边去盯检了 我心里想说 现在是什么状况 然后我就拉圣明哥到旁边 我就说 还可以吗 这个意思是 然后圣明哥就小小声说 很棒 我们很喜欢 我当下真的腿软 真的 就想说 完成了 对 小时候看他 在舞台上表演唱歌 然后后来有机会 跟他一起创作 对 宇宙的赞美 很棒 这个创业应该很开心的事情 很开心 而且你还说 今年是你创业以来 最开心的一年 我一创业的时候 疫情就爆发了 我什么辗转难眠 什么的胡思乱想 拽牛角尖 甚至就是想说 我是不是没那个命 我是不是就没有那个运 我就觉得说 怎么办 万一真的运作不下去 要去哪里 我已经中年了 然后我要该往哪条路去走 那我记得我去年七月的时候 还在疫情嘛 我发完薪水 那个月的薪水 我公司的现金流 剩下七百三十八块 压力大 没有耶 我那个时候就当场出家了 四大皆空 现场原集 现场原集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 零肉分离 然后我所有的情绪都抽离 七百三十八块 只是一个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 想说大不了就是 我的员工应该比我担心了 他可能搞不好下一个月 就是原地失业 但就觉得没关系 反正我们再拼一下 那能走一步是一步 本来创业就维艰 那走下去 大不了公司倒闭嘛 就收掉而已嘛 今天还带来 因为我律师在我想说要有证据 OK 你看那个荧光色 七百三十八块 这些很珍贵 七百三十八 对 其他不要看 因为其他都很辛酸 其他数字都很辛酸 后面有多几个数字 对啊 那为什么今年是最开心的一年 其实就是顺了 我觉得今年才是我创业的第一年 就是整个疫情 我们现在稳定了 恢复了整个秩序 撑过来了 对 有工作进来 有邀约 我都很开心 然后你看像我今年也刚刚发了 中秋奖金 对 就是前几年他赔我苦 因为公司的财务是透明 我的员工知道我们每一个专案赚多少 赔多少 或就是这些数字 所以我从来不讲供体时间 他也不会开口 对 他会陪我一起 然后我现在有一点点营收了 我就愿意用供好的概念 去跟他分享 对 好棒 OK 好 我来问一下戴希 你每年都会给自己一个月收入的目标 为什么 对 因为我是 武专毕业之后 我就去日本留学一年 那回来之后什么都不会 就只会日文 所以我就去考了台湾的大学日文系这样子 然后在日文系 因为那时候对日文很有热情 然后一进去 人家是四年的学分 我大三三年就修完了 很厉害 我用三年修完四年的学分 然后到大四那一年 刚好是YouTuber盛起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学会了剪片 然后就刚好去进到一间YouTuber 知名的YouTuber工作室这样子 所以我大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工作了 那我们大四日文系最重要的是什么 日文正照 对 可是我又在工作 但是日文正照不是说你随便 日文讲得好你就可以读的 还是有点像文言文这样子 那所以我在工作跟考证照的这一条路上 我一直在抉择 我到底是要继续工作呢 还是要考证照 然后大学毕业 但我最后我选择了工作 那为什么我要选择工作 是因为我看到做我隔壁的同学 他们可能工作出来打工 赚不到我月收入五万块的价钱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如果考日文正照 我毕业了 那我是不是出来 我可能也是可能领个28K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让自己沉淀了一下 跟妈妈说 妈我想休学 我想要出来工作 那学分都休完了要休学 对 所以我妈就也很反对 所以呢我必须要完成我这个 跟妈妈的这种承诺啦 有点像是我要证明给你看 因为我要为我自己说的话负责 我既然要休学 那我就要拿出成绩来 所以我就给我自己 每一年都会定一个月收入的目标 假如说今年 我大四那一年是赚五万块 那开始工作第六年 开始工作隔一年 赚六万块 七万块 这样每一年都有一个目标 那我去年的目标是十五万块 对那十五万块 都差一点点喔 都差一点点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不行 我就痛定思痛 决定说好 那我要在IG发个文章说 如果我今年没有赚到十五万块 我要请所有人喝星巴克 给自己压力 对 一定要给自己这个 给所有粉丝吗 没有 我还设自由 因为我不敢认识 应该不会自由只有两个吧 没有啦没有啦 就大概我追踪的人 就我追踪的人这样子 然后呢 我发了这个文 还有人在下面说什么 就回我说 不可能啦 什么我们坐等请喝星巴克 然后什么的 所以呢 我就很努力 今年就超努力 我在上个月 就是九月的时候 已经达到十五万的目标 恭喜 但是也要很感谢我的老板 给我们中秋礼金一万块 真的很谢谢老板这样子 对 OK 好 不过也说要付出一些代价 你没日没夜在工作 听说我说生活 也失去蛮多 也没有什么朋友 对 因为 我大事就出来工作嘛 那我基本上是 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 就没有 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 那朋友啊聚会啊 我也都不能参加 那你不能参加的时候 朋友就会觉得说 你干嘛都不来 就在忙什么 对 那尤其是 久了就不约你了 对 尤其是好闺蜜 你不去 他会觉得说你干嘛 你很扫兴耶这样子 可是你有难过的时候 你当然还是会找他 还是想跟他讲啊 所以有一次 我就被我的闺蜜嗆说 你难过的时候才会想到 平常都不出来 对 有需要我们才来 对 可是我就会觉得 哇 就是这个很受伤 因为你也不能 就是你也不能跟他讲说 就是工作比较重要啊 还是什么的 我就想赚钱啊 就是讲这种话 他会觉得说 你就是很视力眼啦 对 那直到他自己出来 出社会工作之后 他才觉得说 他可以体谅我 为什么喜欢工作 为什么想要工作赚钱 这件事情 对 虽然我在那几年 失去了很多朋友 但是呢 自从他们出社会之后 他们也懂我的信心 真的 觉得很重要 有一种浪子眉头的感觉 但这样的朋友 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抛弃 对 真的 可以淘汰 不用的 我就直接删掉 好了 每个人生都经过有一段 再体验 到底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阿松你觉得你现在就是一个 财富自由的人了 听完他的故事 我觉得我真的 好佛系哦 我都嘴软了 就是我觉得赚钱 赚多少钱是没有天花板的 对啦 所以所谓的财富自由 是每个人自己的定义 对 那你的目标很坚定 可是像我 我就觉得说 可能也真的经历过过去 那几年的无偿感 末日感 我觉得赚到那个钱 足够以让我更多的时间 飞回马来西亚 去陪我的家人 是很值得的 因为我的员工阿勇 他也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们当真的有营收之后 我二话不说 毕竟我们也是外商公司啊 我就买了一张机票 然后每一年就是保障他说 一年过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张机票让你回家 让你回去陪家人 而且我们因为过去三年 都留在台湾 因为没有办法飞出去嘛 疫情的时候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 飞回家过年 我们直接就长时间 放一个半月的假 对 然后彼此失联 有时候我午夜梦会想说 我有员工吗 唯一一次的见面在马来西亚 是他带他的家人 从槟城北马那边 来到我的家乡 巴生肉骨茶的发源地 他们来玩来吃饭 我心里想说 人家都来到这边了 我们应该要禁地主之宜 那我就过去跟他爸妈打个招呼 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我结了账 我就走了 因为想说放假 应该很讨厌看到老板吧 我就很识相地就走了 对 然后也很开心是 我没有办法 就是过去没有办法给他 很丰厚的年终 也今年也真的给到了 OK 人家长荣给四十个月 我们给四十天 也不错 也不错 对 就是我觉得 财富自由是 一直这样子地去看他 等以后我赚更多 就飞更频密地回家这样 好 可以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对 你的内心的满足 对 好 苏律师 你现在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竟然是可以睡个午觉 对 睡午觉 我告诉你 平常跟我早上一直就要开会 开会完之后 可能有时候开到十二点 就延期 延期完之后就继续开会 开完会之后到晚上 忙了很多东西 要六点多 七点多 就开始要回家吃晚饭 吃完晚饭 小孩子弄完睡觉之后 也许要弄点脚本 然后再睡觉 礼拜一到礼拜五 大概就这样 你说那礼拜六可以 我告诉你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的时候 是我要叫小孩学来 快起床 上学... 那六点半 怎么挖都挖不起来 但是我告诉你 礼拜六的时候 是六点半之前他就叫 爸爸 起床了 起床做什么 去骑脚踏车 去玩 我再想要睡觉 我也打六点半 礼拜六是六点半 叫我去下 礼拜天要固定行程 早上一定做礼拜 下午去打羽毛球 晚上去太太娘家那边 去跟他们家吃晚餐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天 都排满了 有一天礼拜六的时候 我们比较早回家 三点 我说 你能不能够 我放电视给你们看 我想睡个午觉 于是我就睡了一个半小时 我觉得很满足 当天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 感谢赞美主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生 我的人生充满了希望 天老杰 夜树光都射向你了 真的 因为我发现说 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 真的 你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午觉 睡饱真的是 人生会变得很快乐 很快乐 充电 其实快乐也没那么难 就是让自己放松 好好睡一觉 你会觉得心情好很多 我们先请广告 好 少侠跟哥哥的感情很好 你说这辈子 你只要有哥哥就够了 我父母 我八岁的时候 他们离婚了 然后我妈妈一个人 就是带我跟我哥哥 然后他是每天都在工作 所以我们在德国都 下午一点半就下课回家 那我们回家 我跟我哥哥双胞胎 所以一起上课 一起下课到家 只有彼此 没有妈妈在 他晚上才会回来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害怕 我们没有钱 因为我爸爸不负责任 然后我妈妈就常常 我听他抱怨说 他怕他家不出房租 然后怕没有钱吃饭 如果没有哥哥的话 我不知道我现在 会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很 很稳重的力量在我背后 因为他跟我个性 有点不一样 我是一个很激动 很有野心的人 很会思考 我一直乱想 想很多 那我哥哥好像 他是比较不会讲话 比较内向 可是他一直陪伴我 他是一个安定的力量 对 然后我在学校 因为我的个性 也比可能青少年 比较没有朋友 但是我哥哥永远都是 我最好的支持者 我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都会支持 他想要 我想要打篮球 他会陪我 去健身场 他会陪我 所以我在学校没有朋友 我完全不在乎 因为我有我哥哥的爱 我就觉得我好像 我还是爱自己 因为就算同学都会觉得 少下不好想是什么的 我会觉得都是你们的问题 我哥哥喜欢我 我哥哥喜欢我 你们很没有眼光 我哥哥才有眼光 所以我觉得我哥哥一直是 一个很好的陪伴 我觉得那个支持力量 真的好重要 你当初来台湾追爱 你哥哥也非常支持 对 因为好 我到20岁都没有交过女朋友 然后那时候 我哥哥也有交过几个女朋友 然后他也发现 我有点 寂寞吧 对 然后我那时候 网络上认识一个女生 我跟我家人说 我想为了他来台湾 那我哥哥就 我们那时候 20岁 他要上大学 我们那时候 我们德国高中是19岁毕业 然后要做替代艺一年 然后替代艺结束了 他要上大学 那我再考虑 我要在德国上大学 来台湾读书 问题是我们家 真的很没有钱 真的很没有钱 我们连汽车都没有 我们我妈妈每个月 要付房租 所以我们没有存款 然后我哥哥说 少侠 我很希望你快乐 如果你要去台湾才快乐的话 我会尽量支持你 我每个月给你50欧元 他就是可能打工什么的 然后我有多的钱 我就是尽量给你 所以我是真的算得很刚刚好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需要多少钱 如果没有那个哥哥的钱 我真的没办法付台湾的学费 他真的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真的 他也是你很大的支持者粉丝 你看他每天打工 去支持你来台湾 有这样的心意 他还之前有一段时间 自己休学 因为没办法自己付学费 所以他去休学 然后继续打工 所以我觉得他 他这么辛苦 还愿意支持你来台湾 真的是非常非常 他真的很爱你 他真的很爱你 他真的很会照顾人 我到那时候 离开德国的时候 我有点舍不得 因为我很害怕 我们在学校就是我有点是 说领导人有点奇怪 可是我都是比较主动的 他是一直陪我 然后他比较内向 所以我怕我离开他 我怕他没有方向了 之前都是我说我要做这个 他说好 来 那我突然有一天不在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生活 我现在要离开德国 我不知道我要离开几年 然后我记得 我那时候上火车 要到机场的火车 然后跟家人挥手拜拜 然后我一直觉得 我哥哥 我要想办法 我哥哥要跟我一起过来 但是就是没办法 对 所以我后来 我离开现在已经十八年了 那第十三年 我哥哥开始结婚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我想要让全场的人大哭 我就是我很喜欢感动人 你想要去哭给大家看 我想要让人家大哭 他要弄哭别的 我没有打算自己 好 你要把大家都弄哭 我在家里写这个演讲的时候 我写到一半 我自己大哭 我就觉得 好大哭 对 我就知道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能让自己哭 我觉得我真的写得很屌 然后那天就是婚礼的时候 我真的是讲了 我原本以为 我可以讲得很帅气 让大家觉得好棒 结果我讲到一半 大哭 然后大家都哭爆了 然后我觉得 我看我哥哥 我讲完了 我看我哥哥 我哥哥眼睛湿湿的 可是他就是一个很淡定的人 非常淡定 然后他就过来 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 谢谢你 我跟他说 哥哥 对不起 我那时候离开你 好像抛弃你 我觉得这样不太对 可是我们都有追求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现在看到你有自己的家庭 很快乐 然后未来我所有的成就 我也想跟你分享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是累积13年的一个负担 重新掉下来了 对 然后 对 后来我哥哥来台湾玩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他没有钱了 他第一次来台湾也是 就是13年 你来台湾13年之后他第一次来 对 第一次来 然后我带他去华莲 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点弥补 之前的那个罪恶感 因为我哥哥说我带他去华莲 是他一辈子最好的一个回忆之一 我们那时候也很好玩 因为我哥哥不会骑摩托车 我们在德国没有摩托车 然后我们就一起坐火车到华莲 然后我们租一台摩托车 我跟我哥哥说 你不会骑 没关系 我载你 我哥哥193 很高 那我们两个一起 总共的体重应该是170公斤 所以两个很大只的人 在一个小摩托车 我哥哥 你确定吗 很可怕 你不要 我们都问为什么 我说 放心 然后我一开始就在那边 他一开始抓我很紧 吓死了 我一直觉得他在抖 我说 你要放松 不会我很难起 他说 好 大概10分钟他觉得 我真的感觉到 就是大放松 然后德国 我们在德国 没有这种风景 花脸 然后他真的 这个真的很快乐 我们已经快20年 没有一起旅行 因为我们 我们父母离婚之后 我们家庭也没有钱 可以一起去旅行 所以我们上一次 一起去旅行 是十三岁的时候 那所以二十几年 没有一起去旅行 所以他是 他一辈子 我上一次回德国 他就跟我说 那个是他最好的回忆之一 然后我觉得我以后 尽量想办法 真的多赚钱 多带他去旅行 对 送到更多快乐的回忆 对 好 很开心 他喜欢花脸 好 阿松学长 你说你跟哥哥的个性 也差很多 就是其实我们 一直个性也不同 然后他也长我五岁 所以他眼中 我就是一个屁孩 然后小时候就很爱闹 比较就爱哭什么 所以他其实跟我 我们一直都 个性不太合 对 就是很疏离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圈 我哥倒是很早 就去交女朋友了 一直交... 然后家里 他都不太常回来 那时候也是 我在台湾念书 他来台湾玩 对 他带着当时候 就是我现在的嫂嫂 来台湾玩 因为我住台北 以前念书 因为比较清寒 所以一直都没有冷气 我的房间是没有冷气的 那他就来我们的租屋处 还是我拜托我的室友 他是主卧 就是借给他们睡 因为那边有冷气 七月的台北非常热 疯狂 盆地失年 我哥就看我 你房间又没冷气 你怎么能撑 如果说没钱就能撑 就这样 后来他回去的时候 他留了钱给我 就是剩下的台币 就想说你去买冷气 可是哥 你只留两千 你以为台湾的冷气很便宜吗 对 我就觉得很闹 但是就是刚听你这样子 我也觉得他们 他那时候来台湾玩 我也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很少很少一起旅行 甚至可能都没有 我觉得他的存在 就是一种安心 而且我认为真的 就是手足是父母 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我来台湾19年了 梦想离家很远 所以我家我哥 就是会爸妈打理我爸妈 然后其实各种事情 他自己现在有家庭 有两个小孩 其实都是他在担 我还蛮 就是很感谢他 所以他常常呛我说 下辈子我不当长子了 换你当 我说我才不要 老妖可以过得很爽 可是你就会想 他在你就会很安心 然后甚至就是很多年前 我那时候研究所 我回去 应该是飞之前 飞回来台湾之前 有点微醺的 回到家已经半夜了 大家都睡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感而发 我就桌上有那个信封 我就写 我留字条给我歌 而且我真的觉得 酒后真的不要乱写东西 我就跟他告白说我爱你 对 然后我就塞到那个门缝底去 隔天我就飞了 我觉得好羞愧 真的不要乱做这种事情 会很好啊 他一点感动 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敢问他这件事 我就当做他没看到 我也没做过 一切都是梦 但是就是会趁那个 就是一个好梦 对 就是会趁那个时刻 真的有感而发 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爱就要讲出来 而且这种兄弟之间 是最困难的 你上次飞到马来西亚 你哥哥也很感动 因为我很喜欢玩一个老梗 我真的觉得老梗不怕 我喜欢给他们惊喜 我要回去之前 我都谁都不说 我那一次就是一下飞机 家门都还没回 我就冲到他上班的那个酒吧 因为他是下午就开始准备 要有一些前置作业晚上 要营业 然后他一看到我 他整个从吧台冲出来抱我 我们没有这个画面 对我们平常 连相近乳宾都还有一条安全距离 就他抱我很开心 然后就一直跟他同事说 这我弟 逃到回来的 我们长得不像是不是 他就带我到处去 好像妈座一样 在那边周游列国 可是你看到他 他多想你 他多兴奋 就你看到他其实 还是会展露出 他很疼惜你的那个样子 其实我还是蛮 会感动 但我们还是维持那个平常 不太会嘘喊问暖 奇怪 你明明关系很近 他都愿意要拥抱你 我也不知道 跟我哥哥也是 我哥哥 我们很少聊心事 他都是默默地在那边陪抱你 不可能聊心事 但是我们比较不会聊自己的心事 不了 你们都喜欢给对方惊喜 因为妈妈七十岁生日 然后我就连同我家人 我的好朋友 甚至我还秘密地联络了所有 她的 我妈妈的好姐妹她们 因为我妈这几年脚不太好 所以她很少出门 社交生活等于零 我就把她很久 没有碰面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聚集到家里 我就上飞之前 最后的下指令 然后一到的时候 就赶快去张罗食物那些 然后我爸妈还以为 我哥哥跟嫂嫂 要在家里开爬 是邀请附近的邻居 他们完全懵在鼓里 我就冲回家 所有东西都打点好 然后我妈看到我 当然很开心 我现在觉得我回家 都很像牛郎 我妈就会抱着我 然后一直疯狂的抬油 然后就是各种 对 讨爱 然后她很开心 然后一屋子的人来 很久不见了 她整个晚上都很开心 我看到那个画面 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苏律师 你说 你最近七岁的儿子 说了一句话 你特别开心 对 我告诉你 我家儿子 可能得到他爸爸的争传 常常我们在讲 财产继承还继承 所以我大儿子还问说 爸 你财产 财产是要怎么继承 我说 爸爸 你现在问这什么意思 怪怪的 那我说 爸爸很辛苦 爸爸还要还房贷 什么财产 我们家还有欠很多钱 那我说 那就聊一聊 那你以后要做什么 我说以后爸爸要靠你 爸爸 我以后 你给我一点钱 让我去做生意 我要自己做生意 我说男人你不想当律师吗 他说不 弟弟 弟弟 弟弟要 结果我就看了弟弟 我就看了我的第二儿子 他说 他就秀 他就秀大大的 他说爸爸我想要当律师 我说他想要当律师 我很开心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说 我辛辛苦苦这样子在创业 如果今天未来 我能够感动他 他一定看到了什么 他觉得当律师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他生命中 我觉得好像有所传承 我觉得也非常开心 尤其是我印象中很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那个 因为当时我们在 我已经刚刚退 我退伍的时候才考律师 那我就很认真准备 虽然很认真准备 但是第一年没考上 那结果再准备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司法官跟律师 那司法官没考上 结果我觉得司法官考比较好 结果我觉得律师也考不上 正要出去散心的在法院 又到我们朋友的 我和我们同学 他有考上法官了 我们去那边去散散心 那时候我就办法很紧张 那我同学在外面跟我讲说 苏家豪你没有考上 我们再赌一年 你知道再赌一年什么状况 那其实我们想法很正常 那时候没考上很正常 他就拍拍我肩膀说 苏家豪我骗你的 你考上了 我就 我那时候就 我那时候想说真的吗 会不会是同名同姓 趕快打电话回去 确定是我的时候 我就在那一幕在法院 很多人在开庭 等着开庭 再等着开庭 我都大哭 大哭 他以为 我说大家以为 以为我被判了什么 重新 我以为大哭 我终于考上了 那一幕我真的是 不管旁边有多少 我就大哭 那让我觉得很开心 喜极而泣的眼泪 所以同时间 当我儿子讲那句话 我就觉得 今天我也希望他能 好希望他也能有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也非常地开心 而且代表老爸是偶像 他看到爸爸 他才想当律师 对的 不像我大儿子是说 爸爸你留点菜 再给我下去做生意 我觉得很励志 对啊 你大儿子 都有认真在看你的脸书 有在听你的分析 OK 好 这个兄弟情不容易 那母子关系 怎么样可以更快乐呢 马上再回来 好 跟妈妈的关系 有时候也蛮不容易的 阿松学长你说你今年 开始练习说我爱你 对 妈妈 对啊 就是我有反省 因为我跟我的子子子女 我回去就是宠他们魔人 然后又抱又亲 然后就很顺势的 就跟他们说 叔叔很爱你们 他们就叔叔我爱你 我就整个心花怒放 可是我想说这三个字 对哥哥讲很难 对妈妈讲也很难 对 就是我想说 他其实爱听 就是他会讨喔 他有时候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 都会传那个WhatsApp的语音 他其实会有意无意 民事暗示都在那边说 儿子我爱你啊 我想你 然后我就有点 就不好意思 对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不好意思 然后可是后来想想 他如果想要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让他开心 所以我就开始在WhatsApp 就是有一天 就是今年的目标 就是做一件不习惯的事 就跟他虚寒温暖到早安之后 就说我爱你 就这样传出去 然后一整天都不敢再打开WhatsApp 对 然后追女生 多害羞 追女生呢 我说 我怎么跟他告白了 告白了之后 他又没有看他 他要怎么回合他 很紧张 对 然后就没有也逃避 然后结果呢 晚上我就工作完回家 我就打开WhatsApp 他的那个语音 然后他就跟我说 讲一堆有的没的的 然后告诉我 他今天早餐吃了热狗面包 还有一个汉堡还没吃 结束 妈妈也在害羞 没有回应 好 所以我想说 我第二天呢 我要再征服他 所以我就一样就是 江早安 假装很自然地 把我爱你啊 I love you 就夹杂进去 然后我妈果然江是老的辣 又跟我说 他早上吃的果条汤啊 他到底想怎么样 这女人 对 可是现在就很自然的 已经变成蒙上眼睛 然后就完全没有那个羞耻感 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但我觉得原来我们要说 我爱你这件事情那么难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 让你所在乎的人很开心 真的 好 就是要把爱说出来 这个我爱你的三个知识 我觉得是很有温度的 要有点勇敢 少侠你会跟妈妈说吗 我觉得有点困难 因为可能是父母离婚 然后他一直都不在家 然后就是我跟我哥说我爱你 是吗 完全可以表现出我对他的爱 完全没问题 对我妈妈 我觉得很困难 因为青少年的时候 我到了大概十二十三岁的时候 就是一直跟他吵架 几乎每天跟他吵架 因为他可能晚上从下班回来 打开我房间的门 他还不会敲门 打开我房间的门 你房间好烂 你要不要打扫一下 要不要帮我做驾驶 我们就 你很烦耶 我要看电视 我就对他很凶 然后我们一直骂来骂去 然后完全不尊重他 然后他也好像 没有用我要的方式关心我 他就是都造成我的负担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 我对父母有点失去爱 因为我觉得以前他们在一起 我们都很快乐 离婚后好像父母背叛我们 只有我哥哥爱我 所以后来我对他有点 就是没办法对他很包容 然后他对我也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骂得非常的凶 我们差点打起来 因为但是我年纪太大 他不敢打我了 但是对 但是后来他还是有用他的方式爱我 对 那时候我说我要来台湾 就是为了那个第一个女朋友 那我妈妈说 我会支持你 我会给你每个月大概300欧元 他想要我快乐 他并没有 他真的很在乎我快乐 对 所以他要实现我的这个梦想 可是他又补了一个很奇怪的一句 他说 我真的无法想象 你怎么跟女生在一起 你有办法爱女人吗 什么意思 你真的 你很没有爱 你怎么会 你有办法对她好吗 我说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很夸张 对 他说你对我都很烂 我说 因为我不爱你 对 然后我觉得他听到我这句话 他就 好像有一点 他的心被打一拳了 对 但是我是把内心话讲出来 然后我讲了之后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讲得有点过头了 非常 你可以爱别的女人 但你没有办法爱我 因为你没有办法爱妈妈 对 所以我觉得你根本不懂 我可以对我爱的女生多好 因为我不爱你 所以不会体验到 但是 但是她还是 就是要尽量实现我的梦想 对 所以有点对不起她 所以对妈妈的这一种 我觉得是 在成长环境里面的一些心结 你说你这几年 你开始有些想法的改变 你有没有关系的改变 对 后来像我来台湾 可能前面十四年 也很少跟她联络 因为她不会用什么 她不会用手机 她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 她没有电脑什么的 她也不想学 所以对她的一些态度 也很有反感 因为我觉得她也没有努力 想要保持联络 那我们可能每个月打一次电话 那种国际电话是很贵的 超贵 所以每次讲可能五分钟 一个月一次 所以一直很冷漠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哥哥就觉得 少小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送她 一个平板电脑什么的 或是智慧型手机 我们觉得 好 我们生日礼物送她 这个东西 她应该要学习 怎么用这些现代人的东西 那后来我妈妈就是真的 她收到了这个礼物 她真的 她以前非常排斥这种东西 她收到了这个礼物 觉得 其实好像这个也蛮好的 那后来就突然 很密集地跟我联络 那有一次 我在家里就是美食走 然后她就打电话来 少小你哥哥他现在要结婚 可能要快生小孩 我很担心你哥哥 我们两个 我哥哥跟我爸爸的关系 也是很糟 就是不联络 我跟我爸爸也不联络 然后我妈妈就担心 这个造成我哥哥的淫灵 那我妈妈就问我 那你有没有跟你哥哥讨论过 他现在跟爸爸的 他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有办法自己当一个好爸爸吗 这个是 这个淫灵会不会造成 他以后没有好好对待老婆 或是小孩什么的 那我们就聊开什么的 然后他也问我 那你对我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就聊得越来越深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怕我跟你讲实话 你会很难过 他说 没关系 我想听 我就说 好 其实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刚刚跟你们分享 然后他说 我懂了 很对不起 我之前没有办法扮演 一个妈妈的好角色 那但是他跟我解释 他自己经历的困难 因为其实老公 我们的爸爸对他很糟 所以我那时候也说 我其实蛮同情你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当妈妈 真的非常辛苦 从那一次聊开之后 我们真的比较亲密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比较一起做一些活动 比方说圣诞节的时候 要做一起圣诞饼干 跟什么 蛋糕什么 跟妈妈一起做的 对 所以我现在 我拉近我们的距离 然后一定要一起 创造一些共同兴趣 比方说他之前身体不好 我跟他分享一些 关于健康的一些观念 然后他就变健康了 那现在也聊一些 健康的食谱 聊运动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 过圣诞节 现在感情就是非常的好 他现在说我爱你 我比较愿意跟他说我也爱你 然后他觉得好像不需要说谎了 可以比较诚实地讲这句话 达从心底 对 然后他真的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 退休后才真的有办法 好好享受人生 因为之前工作压力太大 没有钱 现在退休后他就是完全 他变健康 跟我们的关系更好了 然后我就看到他快乐 我也自己比较快乐 对 其实家人本质是相爱的 只是可能有方式不太一样 对 把误解化解掉吧 赶快去和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 因为你有一段感情 你说谈得好苦喔 对 超辛苦的 那段感情是在我去日本留学前 然后我跟这个男生交往 然后交往半年 我就去日本留学了 那刚去的第一个月 他还有来陪我整整一个月 我们感情都很好这样子 回台湾之后 开始渣男招数出现了 联络不到人 不然就是打电话不接 不然就是说谎 那有一次被我抓到很严重的就是 他跟我说他要去睡觉了 那FB不是都会显示说 你几分钟前在线上 然后绿色的这样子 他明明跟我说要去睡觉了 但是他人还是在线上的 那我就打过去嘛 渣男招数是什么 不接 不接 对 不接 怎么样就是不接 所以我打了好几通 然后呢 最后终于接起来了 然后就睡颜心松了 喂 然后好死不死 一台磨合车呼啸而过 因为他家住在高楼 你想高楼层 怎么可能听得到磨合车 摩托车的声音 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没有我在睡觉 我说别骗了 我已经听到你旁边 有摩托车的声音了 后来他才跟我说 他在吊虾场跟同事一起 我就想说跟同事一起 那你拍一张照给我看 就是至少证明 你真的是在吊虾场嘛 一拍传过来 一张桌子的照片 然后呢 什么上面没有酒啊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遥控器 让我看出了把柄 酒店的遥控器 你怎么看 没有 因为他就是很清楚的 一个遥控器摆在那边 那他不是KTV的那种遥控器 就是八大才会有的那种遥控器 你还是要八大遥控器想怎样 八大遥控器想怎样 我们都不太知道 可以上个图在那边 就是他本来就是 你一看就知道 他是酒店遥控器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争执了嘛 那时候已经凌晨三四点了 那日本时差又有一个小时 我隔天还要去上班 还要去上课 所以我就想说算了 这件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殊不知 回来台湾之后 我们就开始各种 大大小小的争吵啊 然后但是有时候又很好啊 这样子 没想到最后一次 我被甩了 我是被提分手的那一方 那你们知道吗 被提分手 你知道小女生就会 开始在你的线洞上面 PO一些那种好拍的文啊 很难过啊怎么样的 那他的好朋友的女 的女朋友就看不下去了 就想说 他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 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说 我那时候人在开车 他说你知道吗 其实他都载你在日本的时候 每个礼拜去 去三四次办套店去嫖妓 好可怕喔 你知道我 他很有钱耶 他没有钱 少侠听到的观点是很有钱 真的有钱 然后呢我就整个人 人生崩塌 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又在开车 出车祸了 就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 你开始你整个人 太震惊了 对 真的太震惊 你完全就是手抖到 你完全没有办法开车这一种 然后呢 后来他就说 那我们出来吃饭聊一聊吧 然后他就找了他们 这个男生的好兄弟一群啊 然后加上那个女生他自己 他们就开始跟我讲 他去嫖妓的故事 还跟你讲 对 就是 他们因为不想看到我 再这么难过 所以他们想要让我 他真面目都跟你讲 对 那我就觉得 原来我被蒙在鼓里这么久 就是你开始会对人 感觉好像不信任 就是我爱了这么久的人 结果他居然在我背后 做这些事情 我都不知道 而且尤其是嫖妓这种事情 你知道我紧张到 我开始上网去查 什么艾滋病啊 梅毒啊 你知道就开始去查 他会有什么征照 会有什么 但还好我都没有那种征照 然后所以我也想说就是 算了就是 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嘛 就是放生 没有别的 因为你在那一瞬间 你原本是对他还有爱的 可是在那一瞬间 完全没有 人间清醒 真的是人间清醒 完全放下 没有任何的爱 立地成佛 对 可是你知道 那个伤口是会存在的 那个伤口是会一直在你心中 你会开始对人感到很不信任 你会开始觉得说 这个人他对我是真的吗 对 那是就是你开始 会从这种自我怀疑当中 你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样了 所以他才做出这些事情 你就会开始一直 自我怀疑 对 你就会开始一直抱怨 抱怨自己 责备自己 对 责备自己 那是直到 其实这件事情 我一直不敢跟人家说 因为很丢脸 就是你男朋友去表迹 这种事情是超级丢脸的 那直到有一次 我在开直播的时候 开直播前我就可能喝了一下酒 有点小微醺 然后就开始跟大家聊起 这件事情 结果我没想到 下面网友的反应都是 哈哈 你遇到瓢虫耶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 瓢虫这个字 我就开始 哇 怎么也这么好笑 就是从网友他们讲的话 就是你开始会觉得说 哇 原来这是一件 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原来在大家的眼里 它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我自己被自我聊 就是被这些网友疗愈了 就想说 哇 原来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当作 一个笑话来看 就是可以 虽然它是一个伤口 但是你把它转换一下 它就变成了一个 好笑的事情 我人生经历过 哇 这么特别的一个 飘虫 飘虫世界 所以还可以让我拿来 节目上说嘴 所以这真的是一件 你心境一转换 其实就真的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是他应该觉得 不是你 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对 他应该觉得羞愧 不是我应该 不是你 是他的问题 对 所以一个转换 就不一样了 OK 好 最后这个加入律师要告诉大家 到底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些快乐 你给大家一些建议 其实找到快乐很简单 其实就是 你如果能够吃饱睡饱 还有注意 我其实我从我妈身上 有看到快乐 有一天我就在 我就回家 因为我在我家附近嘛 那我就回家 我说我肚子饿 他就煮一碗面给我吃 那他说 他就跟我说 妈妈年纪大了 但是他觉得做一碗面 或者能够帮你准备便当 是一个快乐 我觉得 那让我觉得很感觉 有时候我们其实 要跟家人在一起 他就是快乐 所以你只要你愿意 其实你都可以带来 很多人快乐 我觉得只要你用心 这样愿意花时间 这是最重要的 OK 好 我觉得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们真的不能够改变环境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 有时换个眼光 你可以跟这个哥哥说我爱你 可以跟妈妈和解 背叛的渣男男友 可以变成是一个笑话 我们人生赚到了这么一堂课 可以继续地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记得一定要让自己变快乐 一起加油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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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